大家好 今天呢是大年初二 对 大年初二要干什么 剪头发 不是不是 大年初二是要走亲戚 在小时候经常被我妈跟我爸 在初二的时候拉去舅舅家 姑姑家这些 所以我们今天会接到什么样的挑战 来我们看一看 姚老师走亲戚小绝藻 大家过年期间都在各种走亲戚 以下可能是Cookies们会在过年期间 会被问到的问题 姚老师能给粉丝们想想办法 提供一些不尴尬的回答吗 嗯 当然当然 趁势回答教你们 姚老师小课堂之走亲戚小绝藻 你怎么又胖了 白白胖胖 充满希望 哎呦你不认识我了吗 小绝我还抱过你呢 哦 那个啊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你 年轻了呀 没认出来了变年轻了 打算什么时候我找你 哎呀找不到啊找不到找不到 现在找工作都那么难找不到啊结婚 什么 要看我孙子 孙子孙子 结婚结婚这东西 这东西 瞅不到 谢谢 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啊 啊 买房子 哎我现在还没稳定下来 等以后稳定下来说不定还得找您帮我买一买呢 就是如果说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呢 亲戚违违你不停地问您问题 还有什么小绝招可以跟上 等等等等哎呀 咚不痛等下等下等下 我先去上班休息间等会等会等会 好 初二就要走亲戚然后会遇到各种问题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关心你 所以呢我觉得每年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能够有这些唠叨 打引号的唠叨 其实它也是幸福感 我们就在短暂的时间内感受一下 家人跟亲戚们的唠叨 因为在一年365天 我们可能有300多天都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回去我们只是跟他们好好的倾听他们问的问题 慢慢的去了解沟通就行了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希望大家团团圆圆 虎年开开心心 我们初三见明天见拜拜